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林郑杰 新闻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往年三支区恒山国小进行复合式的灾防演练 都是学校自办 不过今年特别不一样 校长认为天灾发生不可预期 既然要做防灾演练就要做得逼真 给孩子们逃生避难完整的正确观念 才更有效率 因此今天特别邀请到社区自卫队 以及区公所一起来演练 透过逼真的演练 要让学生熟悉逃生避难流程 每年三支区恒山国小都会进行复合式的防灾演练 不过今年特别不一样 邀请到社区自卫队以及区公所 一起来到学校实地演练 就连灾难收容所都模拟开设 可以说是在学校里演练就可以了解 在还发生时该何去何从 为此校长也表示 天灾不可以预期 既然要做防灾演练就要做得最逼真 要给孩子们讨神避难 从头到尾的正确观念 现在的地震的频率越来越高 所以学校这方面会给孩子一个 比较正确的一个避难观念 所以我们跟三支区公所一起合作 是希望包括我们的灾民收容 还是我们的消防眼泪 甚至是我们的所有的 其他人员的疏散跟救护 就希望透过真实的眼泪 让孩子再真正享受 再去看一下 这个实习下 未来之后真正碰到状况的时候 他有办法应变 今年的灾害模拟地震发生时 引发土石流 学生们跟着老师 带着防灾头套走出教室 清点人数时发现有学生不见 随即寻找到受困学生 并且救护车来送医 而老师对学生心灵安抚 去公所开设灾害应变中心 社区防灾自卫队的进驻 最后到送学生收容安聚 到返家 全都跟真的一样 我们很开心 那本公所今天配合 那个就是横桑国小的地震 复合式演练 然后能够将这个地震 应该注意的事项 以及事前的一个防范 以及处理流程 然后让学生去知道 那整个地震来临的时候 整个一个处理的一个作为 那希望说以后 能够把这个地震的一个宣导 广为扩散到其他的国中国小 以往都是屈公所寻找演练地点与团体 而这一次第一次 由学校主动邀请屈公所 进行防灾自主的演练 屈公所也期盼 透过真实的演练 可以让孩子们 有防灾避难的观念 也期待这样子 自主性的防灾演练 能够扩及到其他的学校 让灾防的知识 从小扎根 记者大片和三只采访报道 和三只采访报道 来说千万万一的ognor 不向一能够 应该会呈为 请大家领备 张词